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秘书说他昨天下午离开之前 调了这些材料来看 这么多 他昨天回来多长时间啊 十分钟吧 这个话头 他回来看的很有可能是一张纸 或者一行字 所有的业马我都查过 没有缺业和图文 这些平常都在他身边 要偷早偷 要改早改了 这个是基本总账 这个是所有的工行核定 还有这个 这是各科室的报长登记 这些点他平常亲自经手的 他没必要来查案 他是在找一个细节 一个曾经被他忽略 他现在又想知道的细节 再看这个 行政后勤日志 这个是伙食标准 致服还击 这是行动队的驾餐食谱 还有这个 机关的车辆出入表 日期齐全 全是流水账 他找李伯涵叫 我十二号晚上押送赌乾坤 是从局里调的车 他昨天下午来查的就是这个地址 李伯涵把顾叶家关在这儿了 走 走 我现在要见局长 局长干嘛 李处长 您受伤了 没事 我现在要见局长 局长也吩咐说婚姻面谈 但是现在不行 李处长 好 受伤了 没事 会议事说 走走走 怎么回事 刘新杰干的吧 你都知道了 你都知道了 除了他还有谁 顾叶家的 没事 大部都知道了 赶紧说吧 信顾的 被刘新杰接走了 我抓信顾的这件事 局长知道吗 还没告诉他 所以你先别直接找他 咱们三个统一了 再跟局长说 我是欺贝雷 你们找那个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他现在跟一个女的在一起 对 你们已经开始通缉刘新杰了 对 老七都安排好了 老七 等一会儿 你告诉你的人 这个姓顾的身上有伤 那你说吧 别说名字 我让莫记者跟你说一下 那个女的的特征 对 喂 她是和一个女人在一起 对 二十五岁 一米六五 身材偏瘦 短发 身上有伤 对 是情绪伤 好 听明白了吧 听明白了吧 那就麻烦你们到周围的医院 药房 还有小诊所找着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找了嘛 行行行 我请客我请客 谢谢啊 李秀长 李秀长 通缉刘新杰 你又走到我前面去了 不寒 这还是你启发了我 就正一点啊 不是通缉 是找非官方 不奇怪了 刘新杰怎么知道 过一个家三人生的 我们俩可从来没通过 我呢 是留人在他家蹲守 刘新杰一定是先去了 看到了我手下的人 就知道这人就在我手上 李秀长 你为什么要留人在顾小姐家 你等着抓谁呢 我有我的道理 那你为什么还要对他动刑呢 那只是一般的措施嘛 好了好了好了 喜之默就不说了 当然不寒 现在必须向局长汇报全过程了 好 大夫 她怎么样 伤到没什么 只是些皮外伤 不过 她的身体太虚弱了 需要静养几天 我没有时间了 下午我必须把她带走 下午 对 如果你一定要带她走的话 我只能跟家里面葡萄糖 试试看 稍等一下 刘欣杰露面了 她去找你了 对 你俩打架了 看你这身的鬼 跟个小鸡仔似的 还打架了 她为什么去找你啊 刘欣杰为什么去找她 顾也家在她那儿 顾小姐在你那儿 刘欣杰找你去打架 这他妈这是什么故事啊 三角恋爱啊 我看这是三角恋爱 顾也家在你那儿 你解释解释吧 我去找她问话 为什么 我觉得她身上有疑点 问话的结果呢 我查清了她的底细 她就是共产党 好 对不起 对不起 能复合起来吗 都是我连累你 都是我连累你 对不起 为什么要救我 你不该救我 首先是身份 郭叶佳却有几人 可是他们 那我一个女生 是吗 我相信她是家里 我发言 我也是不想认识 乱爱的 可爱多什么 第四条 在这之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查顾业家的节奏 刘欣杰 解奏顾业家的时候 知道不知道 你已经查到 顾业家是共产党 应该不知道吧 对吧 没错 他不知道 我接下来说的话 你要听清楚 好好记着 因为我的关系 会连累到你 所以你不能在城里 再待下去了 我要把你送到城外去 找一个地方 把你安顿下来 三天以后我接你走 万一三天以后 我没能来接你 你千万要记住 从城南的这条路 到这片竹林 这有一条河 会有别的人去接你 这是一条 通往解放区的备用路线 出城去以后 往西北方向 顺着这条路一直走 你会看到的一片竹林 在竹林边上有一条河 你记住 你记住 三点后的下午三点 你到河边 你拿着这份报纸 捲成筒 会有人问你 你找谁 你跟他们说你是我的朋友 记住 街头的时候 你把这份报纸卷成筒 这是街头安号 这条路线很安全 现在 除了你知道以外 我只跟031说过 集中员 这条路纸卷成筒 你会告诉我 以后我会告诉我 没想到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让李博涵回办公室休息吧 以后的事就别让他拆了 关于水手和刘欣杰的最新情况 跟他通报了 简单说了 他什么反应 他说他不一般 你俩什么时候知道李博涵调查这些事情的 我是从他扣押顾小姐那天 我知道得晚一点 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好了 我们重新梳理一下 你们俩随时补充 李博涵呢一直在怀疑刘欣杰 其实他这个人呢对谁都不信任 我对他们俩呢也不放心 我曾经让他们俩互相查底细 这你们都知道吧 我不知道 我是在您把抓狗里的任务交给我以后 我发现了这一点 后来他俩毫无进展 要说进展那方面 李博涵一直没放弃 他的进展甚至超过了您的希望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 他是怀疑刘欣杰 而后怀疑了顾叶佳 认为顾叶佳的身份有漏洞 李博涵扣押了顾叶佳 他从他身上得出了结论 是 谁没想到 这顾叶佳 能跟段海平是一条线上吗 好了 我们再说说那个电话和枪伤 十月十六号 大浦查到一个月前那个凌晨 前雨把电话打给了刘欣杰 于是乎 你们俩到他家进行搜查 然后呢 你俩到他家进行搜查 为什么这条线索不继续追查 当时 当时您来的电话 打动了我们的训练 这合理吗 这不合理吧 为什么当时不向我汇报 问题没搞清楚 为什么放他走 最关键 局长 其实我们当时没能询问的 反倒是让他把我们俩给铐起来 是 当时欣杰拿枪指着我的头 这倒说得通 那后来呢 为什么对我进行隐瞒 后来就全是我的主意了 我决定啊 先把这件事压抑 再观察观察 那天晚上 和平码头的行动中 刘欣杰的表现 证明了一切 所以 我后来就再没提 他亲手抓 亲手杀水手的故乡 那天晚上又不是第一次 这能证明他的清白吗 还有那个枪杀 大普 你说的具体一点 码头枪战之后 我在医院看见了他那个伤口 差不多是一个月以前的 局长 我做了一番研究 我还有一个想法 局长 你接个电话 喂 我是齐北林 太好了 什么人 局长 欣杰的车找到了 人在不在 没见人 车附近有家小诊所 郭伟家山上有伤 人应该在里面 抓他 可刚才已经去了一班人了 什么人 你问清楚 还有谁在找刘欣杰 马上跟我查 那班什么人 李伯涵不见了 知道了 我马上到 李伯涵通过经书的眼线 知道我找信息来安排 我带人刚找到车 他都带着过去 好 点火 不知道 德里的人 从这好下来 刘俊俊 我告诉你 你别装糊涂 那女的是个共产党 你少跟我来这套 你要想整我就冲我来 别诬陷我的女人 咱俩之间有什么恩怨 可以到机场面前说清楚 所有八局的兄弟挺好了 我们是共事多年的同事 我现在要从这儿开出去 谁要想不明白想开枪的话 冲我刘俊俊的头呢 秦俊 别发傻 顾言家真是共产党 你现在抓住他就是你最好的机会 你要是跑了 挑尽黄鹤都洗不清了 把他抓住下车 下车要出伤了 你这样就行 你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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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整个车也没回事 我 consci死该站在一起 没办法 我可以出发 你怎么回事 你小辅者 都给我扶好 我供应该下车 他 我就是我 行 没事吧 没事 走 走 别动 走 叔 叔 你他们想干什么 局长要活的 你刚才说 你对那个电话和枪伤 有新的想法 对 叔叔 那天凌晨的那个电话 他确实是打得刘仙杰家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这是尸体的位置 这是李伯涵设定的枪手的位置 这是弹着点 按照李伯涵的推论 子弹擦过枪手的身体 变现达到了这个地方 如果子弹没有变现 如果开枪的位置是在这儿 那么子弹同样可以打到这个位置 形成这一枪 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现在知道的 有可能是现场有人移动的尸体 而造成的假象 非常有可能 区长 我们进一步推论 如果开枪的位置是在这儿 那么枪手的身上未必有枪伤 四十秒吧 这是君子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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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我叫刘欣姐 也知道我是031 可你还不知道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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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